3D繪圖軟件Sketch-up 繪圖教學第一課 在繪圖以前我們先認識一些工具 畫面上右邊這些工具 是Sketch-up畫圖最重要的工具 畫圓形、畫直線、畫矩形、直線、圓形、圖線 多小圖手畫 就這些工具 好我們現在先畫一個矩形出來 第一個工具我們先用捲齒工具 點它一下 找到綠色軸 往右邊方向 走到4000 長度 注意看長度這邊 4000的地方 鍵入4000 Enter 好這要先畫出來了 紅色軸 紅色軸 往外推 不要點 直接打入3000 舉行工具 點一下 第一點 圓點 圓點 第二點 香蕉點 沉面 表示這個面沉了 再用拉伸工具 點一下 在這個面上 點一下 往上拉 注意 拉的時候不要點 直接鍵入1000 好我們用兩尺工具 量量看 4000 4000 4000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面上 再畫一個500x500的矩形 往外拉300 試試看 一樣的 捲齒工具 找到這個點 往右 給它500 再點一下 往右 500 不要點下去 直接鍵500 下面這工具 點一下 點一下 往上拉的時候 滑鼠不要點 直接鍵250 再在這條線上 再往上走 500 再用矩形工具 點一下 找出這兩個點來 交叉點 好 又成一個面了 拉伸工具 點一下 顏色變了 點一下 往外拉 300 好 成形 現在我們這個虛線不需要了 到編輯欄下 刪除導向器 點一下 點一下 這就是一個標準的 一個矩形 來的 那這個 有些雄 櫃子